你那个客户 他的钱包的钱会出在哪里 Follow the money 什么叫做leisure industry啊 leisure industry就是好像 massage啦 旅游行业啦 酒吧啦 这些地方的啊 如果来讲啊 不可以做到生意的话 Tony啊 给我的话 其中一个方式 Follow the money 谁人给你钱 Tony 如果来讲 你知道你的那个旅游的行业 不可以再做了 你要想 你那个客户的钱包 除了来做这个 他还有要做什么东西 他的钱包的钱会出在哪里 然后当你知道他会出在哪里的话 你Tony要问自己 在你现在的身边的资源 有些什么东西 你可以跟人家合作 还是你可以跟人家客户 来卖给你现有以前的客户 然后at the same time 这个打你的底气来 你现在再推出去 卖给外面其他的客户 重点是在哪里 你要有产品 这样如果来讲你没有产品 我们O2O的学生有很多产品 如果来讲呢 你们要的话 我们O2O也有产品给你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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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